今天衣服很高兴 美食 今天衣服很高兴 公衣 秋风起 吃什么? 秋风起,有很多食物 蟹 那么贵 你念念不忘 有些蟹 秋风起,不是吃蟹的季节 秋风起,是打煲 所以今天找一些养颜的食物给你吃 养颜 这家叫百家熟食店 你是不是也吃过的? 我没吃过,但我吃过羊蓝煲 这家你没吃过? 这家我没吃过,有一家我吃过 你说你吃过 我吃过 这家是对食材的要求 这家的环境是不一般的 但它的气氛 很适合 所有的羊蓝煲 基本上的环境都很适合 对 很棒 这条路 现在快要7点了 还是丝脸 好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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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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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试一下 试一下 试着 快快醉醉 里边坐开 嘉诚 有这个很棒 羊鞭 我什么事 羊鞭 我刚才和你说 我妈妈在买带 吃羊鞭 就是吃羊鞭 哇,阿姨好饱 这个单米不买 要三种口米才卖 好饱 因为这个很少 吃吧 吃吧 要个羊鞭 要一个羊鞭 一斤 每个一斤 可以说封面也要 可能几年 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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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里 很棒 这些炭露 新炭 全部都在等待 准备好 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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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我们两位都是朝鞋人士 我北方 山东 你是朝鞋人士 另外是我们B站的粉丝 怎么样 口感很软 就是说羊鞭 对 很常吃 对 北方也有羊 但是 很少吃到这么好吃 这边管州还有两家 我吃过 第一 新拍羊 我拍过了 还有一家 12公斤 鸡 鸡 也吃过了 这是啥 这家好吃 这家好吃啊 你说的是对 他们家的汤都那么 赶紧吃面 软了 他们家的汤是不能喝的 但是味道不浓 你们吃了一斤羊奶 对 一百九十多贵不贵 感谢支持B站 B站的粉丝 多谢 3秒 哈哈 拜拜 哇 我应该不觉得 山羊一斤 中国两斤的菜 好 好 入了没有 煮一下 的 阿灵姐 阿灵姐 为什么有磨在这里呢 这是羊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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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蜊 我们很少注意看 阿灵姐 因为我们很少注意看 哈哈哈 我真的 啊 很少注意看 哈哈 哈哈 我又常常吃 啊 其实我妈妈常常吃的羊鞛 不是羊鞛 哈哈 我每次说 我妈妈的吃的羊鞛 其实是羊鞛 没办法 这个一定要试 什么都要试 哇! 很濃 很香 挺好吃 其实是适中的 软弹度可以 挺有味道 皮下的脂肪和肉 很软 我最喜欢它的汤底 味道比较浓 肥的脂肪 肥的脂肪 酥不酥 不酥 羊皮 虽然是皮 但吃起身是日口即溶的 很暖的感觉 外面有点温度 抽风起 少许冰 这一锅是羊三鲜 尤其是羊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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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鲜 会不会脏 受热 会脏冷缩 你觉得呢? 我吃的是胎腹 不是羊鲜 你是吃羊鲜 师傅 做了多久? 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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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现在 每天要捧多少锅? 天洞的时候 很旺 真的 二十几个羊一晚 二十几个羊一晚 真的 吃到八个羊 吃羊鲜 有什么作用? 你找年轻人 年轻人不用吃羊鲜 去做这些东西 要多吃点 看完 三鲜 这条够大 又长又大 大粗 大粗 每个学校都有大粗 和小粗 试试 其实它和猪鲜差不多 有很多东西吃 口感很爽 有点像猪鲜骨 猪鲜骨 爽脆脆的 很奇怪 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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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软 很爽脆 很爽脆 吃羊鲜 吃什么 羊鲜 一点都不酥 但是羊鲜 好吃 没有味道 羊鲜 全部都是羊鲜 所以胶原非常豐富 最肥的 很美味 很软 很舒服 各位 这是指定动作 这是指定动作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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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吃的,因为女生在秋天要吃些羊,冬天就不怕冬,羊鞭,又爽又脆 你不是小时候开始吃的吗? 我认识性价格比较厉害,比较贵 我吃了两斤和华蜂,五百多元 秋冬的时候,外面的温度不冷,我们可以吃一些好事 没错了,秋天要进步 希望下次有机会和阿Wing在大粗场面吃一些好东西 好吗?可以 我们是品诚记,她是小时候开始吃羊鞭的阿Wing 她是大大的吃羊鞭的嘉昕 拜拜